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特长 青蛙听到鸭子 鸡和牛在一起谈论各自的特长 便大模大样地走到他们面前 说道 嘿 听说你们都在谈论自己的特长 好 鸭子你说说 你有什么特长 有水 呀 太一般了 你呢 鸡 生蛋 生蛋 那也太平常了 你呢 牛 离地 哎 太俗太俗 你们就不能干点高雅的活吗 青蛙刚说完 见来了一匹马 于是 青蛙又向马问道 喂 马 你的特长是什么 拉车 如果发生了战争 就让战士们骑着我们到战场上去杀敌 呀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马听了青蛙的话后 向青蛙问道 青蛙博士 那你的特长又是什么呢 评论 青蛙说 评论别人的长短